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華為你延伴》 是美國現在開始 連F35C 都已经准备好了 F-35C也准备好了 卡尔文神号是第一个改装 已经有自舰载F-35C 所以F-35ABC 通通都来到了针对中国 都在你第一脑链外面 然后F-35卡尔文神号 最厉害的一件事是什么 它的神盾雷达 它跟上面的卫星的通讯 这些战场资讯 它都掌握得很好 可是这个时候掌握得很好 但是航空母舰只是个载具 只是个指挥平台 要前面的部队去作战 那我们知道 美国从2016年开始 把整个日本的西埔联 过去做训练成海军陆战队 然后开始说 可是你这个作战 你的战胜熟练度 到底行不行 要验证 要验证的吧 验证的时候 你作战的时候 你资讯最重要 情报最重要 所以你看 他们开始跟卡尔文神号 共享攻击目标数据的训练 这是共同社 14个小时前的报道 它既然说 日本的自卫队在训练 跟核子航母卡尔文神号 共享攻击目标数据的训练 那就是A舍B岛 或是A岛B舍了吗 对啊 所以就 然后如果你日本 前面不行的时候 放心 它上面还有F-35C 水水来支援你 所以他们这个叫做 把整个日本的 远征前进基地 变成远征前进基地 在作战 所以这个时候 然后你看 为什么我刚刚讲 这很重要 就是我跟你打完电话 讲完台湾的闺女们之后 我把这些资讯 估计都保密的 通通给你放出来 软硬两手 再告诉你是说 我有准备哦 我不是欧巴马哦 你不要跟我随便呼咙一下哦 然后后面一件事情 再过来是什么 又放出一个信息 太空部队 天机飞弹 预警卫星 准备发射 这是什么意思 慢慢的美国发现说 现在飞弹是越来越快嘛 所以美国就开始部署 叫做天机卫星 那天机卫星是什么 就在上空对不对 比如说重要的区域 就像中东一样 中东上面就布了很多个 就在那个小区域里面 低轨的走吧之行 等于是准天顶卫星的概念 随时看着你 所以上一次 不是那个整个伊朗那边 打了飞弹出去嘛 然后沙尔地阿拉伯 立刻拦截 为什么 是因为天机卫星 但是这光天机卫星 只是临时作战嘛 最后呢 它要弄的是在 同步卫星 同步卫星就是 我在你的上头 你地球怎么转 我也不会移开 同时盯着要发射 这个更多的 在最高的同步卫星 然后上去之后 紧紧的就盯着你和中国 你的任何个州地飞 一飞出来 我天机卫星就看到 就立刻通知过去 开始进行拦截 所以今天你要看到 这整个战略态势 它的一个重新部署 其实就已经是告诉你说 台湾 agreement 你这次不要胡隆我 整理来讲 日本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常常进行所谓的联合军演 非常非常多 包含到我刚刚讲说 那个环太平洋军演 那个其实都固定有在做 所以你看他每一次的 这个人数啊 或者什么 你看各国军舰都进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边整理 比如说七月啊 五月啊 六月这边我们方大 顺女真的21红旗阿拉斯加 南方杰克鲁 到最后现在六月24到7月11的 东方之盾以及日飞联合空中演习 连菲律兵都拉进来了 而且以军演来讲 我们一般有些比较简单的军演 就是说我是所谓的兵棋推演 推演完了大家这样走一走 可能都派几个人跑一跑这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这几个军演 比较多的就是比较实兵的 这样一个部分 所以他都在进行叫做实兵验证 那其中呢在最近一段时间 大家不要注意到就是叫做 东方之盾的这样一个军演 那因为你看他这个演习的时间 刚刚这样还在跑嘛 就是我们露营的时间还在进行 因为他是6月24号到7月11号 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每日之间 有4700名的官兵 那这个其实以东方之盾来讲 他是比较以陆上为主啊 所以你看他是以陆上自卫队 可是因为他有搭配到 驻日的美军 所以是不是有包含到 两棲的相关的作战 你看我们在这边方整理出 在这一次的东方之盾里面 它居然有两个重点 而且是针对战争的实施状况 去进行演习 哪两个 好 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他的这个演习 第一个叫做领域横断的作战 我听不懂 听不懂 对了 好 很简单 我跟你讲 名称不重要 你知道吗 重点是他的所谓的实施的步骤 我们现在在看 我们先讲 我们现在对于一般作战来讲 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说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大规模的轰炸 这是以前 对 那现在的做法 其实我们都讲说要精准 所以你会听到斩手 你会听到我要讲精准打击 那所以作战手中什么呢 手战通讯 没有通讯就挂点了 所以你再怎么厉害 你命令传不出去 没有用 可是你可以看到 来步骤一 每日相关单位 以电战和网路作战手段 让敌方陷入混乱 其实过去我们都讲 战争在过去的上空 都是飞弹在跑 下一个世代战争上空 都是电子讯号在跑 所以他的第一步 其实就是透过电子作战 把对方所有指挥系统瘫痪 所有攻击系统瘫痪 所有预警系统全部瘫痪掉 而且你现在飞机在上面 他的指管通勤 全部通通是要用讯号来走 当然啊 所以他先发动什么 先发动电子战 那我发动电子完了之后呢 用电子战完了之后 我开始用无人机 去获取目标资讯 所以这里面就差别 以前的电子作战是这样 早期的电子作战 我这边发动者 我跟你讲 你挂我也挂 我自己也陷在一个网域里面 但它现在其实 已经可以做到拆开 就我攻击你 我自己本身不受到影响 这第一种 可是当我开始拿到目标资讯的时候 我就会传送给所谓的 泡兵单位 那所以在第一段的时候 你的指管通勤被我挂掉 但是我的还存在 而且是双方共享敌方位置 这个双方则是美方跟日本 是 那这个当然就会变成是什么 你知道它的资料的link的部分 看起来是全部都接上线 对 而且同一台无人机 截取目标资讯后 再把位置往后丢 如果数据共享的话 基本上决策就会共享了 当然 那所以它这个就会做 变成是说美日两国的 一个联合作战 所以你看它整个攻击的方式 它说当资讯双方共享这个位置之后 美军的海马斯 海马斯我们大家就讨论过很多了 因为我们也买到嘛 海马斯先射击完了之后 再由陆上自卫队的MLRS 来发射四枚火箭 模拟攻击十公里外的敌方目标 那当然以海马斯来讲 第一个它打的是比较远 那如果它的这个所谓的 如果用中国大陆说法 这叫火箭军嘛 火箭军部队 它就是用进程的这个所谓火炮的部分 就开始攻击目标 那当然因为这个是属于演习 它当然不会像用集火设计 用弹幕的方式整个在那里打 可是它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你知道我能打一枚 我就能打十枚 当然因为资料链共享了嘛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个也是首次 从1982年东方盾牌 也就是这个中方之盾演习成立 美国跟日本首次 在日本国内进行双边实弹的设计 这个是非常非常夸张 等于是美国在日本境内 是可以开火的 而且两边一起在日本境内开火 等于是日本让渡了很大一部分 对于领土的信任给美国了 而且你可以看得到 因为这个讯号一打出去 我开始实弹发射 讯号我也不怕你抓嘛 没有错 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一个 刚刚讲的是攻击 还有防守是不是 对 那你可以看到 第二个就是说 它其实不只是在日本本土里面 它事实上也延伸到一个叫做 燕美大岛 燕美大岛就在这边嘛 那其实它这边守的根本就是 台湾可能守的还比较多了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如果以距离上面来看 就飞弹的射程 大概都能在敌方攻击 飞弹的范围之内 所以这一个其实就是 另外一个东西 我刚刚讲的就是攻击敌人 可是我也会被攻击啊 所以我也要训练我的人 能够应付攻击的能力 所以你看到它在这个岛上 有日本陆上支援队 40个人加上美军 差别是什么你知道 日本首次将防空飞弹系统 运送到这个岛上面去 那你觉得它是船运 还是飞机运 我们不知道 因为现在有很多可以快速移动 那差别是什么你知道 他们其实部署了 你看它运了什么东西 部署了两具中程防空导向飞弹 美军也部署了所谓的 两具爱国者三型的防空飞弹系统 那艾三这一块 其实我们讲 其实在这个地方 它并没有像刚刚我们所提到 它是实弹射击 它是就是把所有东西都模拟被变这样 你看老共前一阵子 不是喜欢放这种影片吗 就哇 我半夜大家都准备好了 没有问题发射了 没有重目标 比方滚这样 但是以日本来讲 日本跟美国其实在做了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提到 如何快速运兵机动不足嘛 没错 差别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日本将它的飞弹系统 要运送到这里来 那表示它本来这里没有 第二个 这个岛看起来是美国的 没错 日本的对不起 美国你也把那个艾三 那你给就放到这里了 所以代表什么你知道 我的防线在这里 我不是只有看台湾有艾三嘛 日本这边也有嘛 那我在这边部署起来 意思是什么 我不会让这个空房有漏洞 所以如果今天有人 任何人来发射的时候 我在任何一个点只要能拦截 我就想办法拦截它 余将军长 这边其实是非常非常有趣 因为它特别强调是 美国第一次部署在 燕美大岛上的两区艾三飞弹 那这边我不禁想到 我们台湾北部这边 也有非常密集的艾国者三型的飞弹 在燕美大岛也有艾国者三型飞弹 也非常非常密集 这两边有可能做成 所谓的区域联防吗 如果做得到的话 那变成是整个西南諸宇 都在美国跟日本 美国日本还有台湾的防守之下 其实因为艾国者飞弹 主要的功能是防空 是抵抗来袭的飞弹 拦截飞弹 所以说艾国者飞弹 可以一战沉迷 也是因为这个功能 那其实呢 一发飞弹要去拦很多飞弹 应该是不可能的 应该两发来一发 对 两发来一发 所以它要一群 所以整个防空的方式 可以做一个所谓的 区域联合防空 那就是重点在于 艾国者飞弹没有问题 它的整个拦截范围 这个拦截的高度 都已经算是很成熟的 一种武器系统 重点在于 美国授予日本的这套雷达 跟授予台湾的雷达 这相互之间的那个互通的link 有没有连起来 这很重要 美国跟日本一定有link的 他们两个一定连起来了 因为他们有美日安保条约 关键是台湾也没办法连进去 台湾跟日本的雷达 要连接起来 在技术层面上绝无问题 当然技术没有问题 那现在问题就出在于 说要有一个合理的文书文件 像美国跟日本 它有安保条约嘛 所以他们的这个 所谓的军事共享 情资共享没有问题 那我们跟日本之间 有没有所谓的 联合防空的条约 或者是相关的制度来做 可是余将军 英国金融时报 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竟然我们看到 报老师他开中名义就说 日本官员建议 美国日本跟台湾 在情报上要做互通 包含飞航情报 包含船的情报 甚至包含飞弹的情报 这是不是在为这些事情 做铺垫呢 我相信日本绝对希望 日本绝对非常希望 能够得到台湾相关的 防空雷达的资料 为什么希望得到呢 因为其实日本是一个 他们这个国家的特性 非常奇怪 你看北海道最南到哪里 到宇纳国岛 太长了 对 它非常的长 所以说它这么长的一个 国土的防空系统来讲 光靠一个日本 全世界最忙的军队是美军 亚洲最忙的是日本 很奇怪 日本的这个军队 它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军队 它是一个自卫队的形式 可是你看到日本 在亚洲亚太地区 所有的演习战役 它几乎无语不语 所有的演习都有它 所以日本的智慧队 非常的忙 它希望能够结合区域的力量 来完成整个日本 它的整个防空的完整 所以它必须要跟台湾 这个地方求取合作 但是日本跟台湾 失出无门啊 必须要透过美国 失出无门 但是失出同门 对 失出同门 而且最重要 就是在一个生命链上 在一个生命链上 它必须要由美国跳出来 做一个整合的角色 因为美国它对于 它跟台湾有台湾关系法啊 跟日本有美日安保条约 所以美国就变成一个 最大的联合平台 所以你看为什么 它要在这么多的岛上 做这种挖跳战术 刚才仁俊讲 我告诉你 它就是用飞机 它不是用船 它就是用飞机 用C1管 用V22 这种所谓的 不管是悬翼的 还是定翼的 这种大型的运输机 快速地将所有的飞弹系统 运到岛上 运到岛上之后 所有岛上的先期公式建设 早就完成了 所以人道在40分钟之内 就可以执行作战任务 这是美国最新的挖跳战术 跟麦克阿瑟的不一样 所以说其实你说老共太多了 装填手发射了 看起来雄壮威武 你看美国跟日本的演习 他们发现影片是简洁 对对对 看起来雄壮威武对不对 可是你看美国的演习 都没声没有声音 安安静静 最可怕的演习 就是在于沉默 然后精准打击 所以你看美国跟日本的演习 有没有在那个地方 跳炮操然后大声的喊叫 没有没声音从容不迫 在资讯传递有条不问之下 精准的打击 而且你知道美军之前 曾经做过一个演习 他影片怎么做你知道 比如说他把他的海马斯 多管火箭系统 用C5或C13栋载运 载运到机场完了之后 飞机不熄火 因为现在其实海马斯 他都是用车载的方式嘛 所以车开出来完了之后呢 到了他的炮阵地发射完之后 车载开回来上飞机 飞机开走 他的炮弹还在空中飞 所以他的炮车已经走了 你知道 所以他其实差别就是 刚刚将军讲 就是第一个他快速移动 第二个他在验证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快速移动完了之后 你根本敌方搜寻不到 我的炮阵地 所以我战力还可以保存 我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打 其实这个就是美军 不断在研究包含整个南海 跟日本西南諸岛 新时代的跳岛战术 最关键的武器就是 海马斯火箭 到最后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